内地昨天新增57宗本土病例 是大概三个半月以来新高 新疆和辽宁扩大检测细查 新疆乌鲁木齐星期日新增41宗病例 其中15宗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市内重点地区展开第二两免费核酸检测 其中天山区所有入院的病人先单独隔离并接受检测 等有结果之后才分流到其他病房 新疆今个月中出现新一波疫症 源头来自一个分宴群组 当地病例自上星期三开始每日维持双位数 专家认为确诊个案快速增长 是因为早期感染的病人现在被西查出来 相信疫情将会随着大规模检测手控 市委常委会通报 极少数干部对疫情防控不够重视 工作不力 要求各党组织负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 至于辽宁大年 星期日新增14宗本土病例 当中10个患者是海洋海鲜公司的员工和家属 也都有患者是巴士司机和饭店老板 当地近100条巴士线停运 大年上星期三到现在累计38宗病例 全市大规模西查 最少168万人已经接受检测 怀疑系源头的海洋海鲜公司 所有员工作为重点人群 需要同时接受血清抗体和核酸检测 同在辽宁省的瀋阳加强防控 有医院将救护车改装成为流动核酸检测车 市民不用去到医院检测 24小时内会得到结果 吉林新增两宗本土病例 两个患者曾去到大年海洋海鲜公司上班 月中回到吉林后确诊 吉林新增一